連續三天大好雨的侵襲 在高雄桃園南橫公路 也就是台二十縣柔長寸斷 出處可見落石貪方 溪水暴漲的情況嚴重 雨勢驚人 考量居民安全 高雄桃園區及茂林區 都確定部分部落要儘速撤離 目前桃園區的部分 有四個梨要準備撤離 因為他們現在變成一個孤島 其中一個是復興梨 拉夫蘭梨 美山梨 跟高中部落的一個美蘭部落 這些人數大概將近四百多位 天候允許的話 我們希望有直升機 到我們這邊 因為我們對外的道路全部完全中斷 目前我們要特尊的是萬張梨 跟茂林梨 因為都已經達到紅色警戒 所以目前所有的人員 都在收容所那邊等候 直升機救援 在高雄茂林區確定要側村的部落 是萬山部落及茂林部落 估計兩部落有近五百位居民撤出 在桃園區確定要側村的部落 是拉夫蘭部落 高中部落 梅山部落及復興部落 撤出四百多位居民 各部落都在等待天氣穩定 空情救難直升機能夠起飛 儘速前往部落 將受困族人救出 記者阿伯斯馬耀 高雄桃園茂林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